公平法师 慈悲开启 大家请合掌 我们一起来称念 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深信净土 逝死不退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基祥 阿弥陀佛 今天啊 在借这个 共修 的姻缘 希望来互相鼓励 也顺便来跟大家来讲讲话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过去啊 过去啊 散导大师 散导大师 是我们净土中第二代的祖师 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 阿弥陀佛 再来的 散导大师呢 散导大师呢 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老人家讲啊 这个 总在 意缘不同 散导大师 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呢 这个缘 是指什么 这个缘啊 就是说明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跟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不一样 在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你带着你的习气 你的烦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烦恼 你的烦恼起不了作用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诸善善人机会一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生起烦恼 让我们起了贪恨 欲望 种种的这些的 没有这种的姻缘 我们这个环境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这个环境容易造业 因为它有这个缘 所以 一到缘 起了贪念 起了欲望 起了称慧的心 种种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环境 我们众生为什么容易造业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区别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一天到晚24小时 从你的口业 从你的原意 从你的念头 从你的行为 你哪一件是不造业的 所以 上导大师在这个地方 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缘 最主要是讲这个环境 说佛世界的环境 跟起了世界的环境是不一样 区别太大了 第一个就是讲老师 你看我们要找一个老师 在我们旁边来指点我们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很不容易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每一天 你能够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诸佛菩萨在一起 跟这些诸善知识在一起的 所以你进步很快 修行很快 成就很快 所以为什么呢 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把这个身性分为七种 七大类的原因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三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说明 第二偶一大师为我们说明 第一个是什么呢 信佛愿 求老师来给大家看一下 佛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那为什么我们 偶一大师要我们深陷四十八愿呢 要我们深信 阿弥陀佛曾经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又发这么大愿 为一切众生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而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十方一切众生 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聚会一处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因为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 都是饶者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 整个四十八愿都是饶者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能 而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都是饶者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整个展开的都是周遍法界一切众生 整个虚空法界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 你可以了解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真的不可适宜的 虚空法界 周遍法界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欧伊大师为什么教我们要深信四十八愿 因为只要你能够把四十八愿 而了解听懂明白了 你才能够对这句名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才能够产生的深信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多 得力的人少什么原因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大的思维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 整个虚空法界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你今天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又怎么念 你又怎么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你把你的身体所有的细胞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你把所有的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六根接触六层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用这种的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 不管你听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样 你在外面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你在外面看到什么样的环境 看到一切处 一切人 一切物 你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 我们有没有用这种心态来念阿弥陀佛 没有啊 你的六根交接触六层 都是在迷惑啊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得不到利益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把四十八院 这四十八院里面 总共有十三院 都是在讲什么 闻名号获得功德利益的 你只要闻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就能够获得五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何况你用你的真诚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你看祖师大德把四十八院里面 总共有十三院都是讲 一切众生闻到名号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你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何况你用你的真诚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林子大师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 周老师 你看林子大师讲得非常好 举起名号尽忠德 而具备 专乎持也 同万行而无前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都是像什么 一条大船 能够帮助我们一切众生 在苦海当中离苦得了 而能够带到我们一切众生 离苦得了往生西方净土 就是像一条大船一样 无论你什么样的上根 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 无论你今天造了什么样的怨 只要你相信这句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有四十八院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了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 周老师 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就像什么 大怨船 能够怨载一切万物 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达彼岸的道理 你又相信 因为这个时间真的很苦的 尊敬的崔同修达 太苦了 今天 你看看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疫情 带来多少的 很多的不方便 带来多少的种种的恐惧害怕 那以后如果来得更大的 那怎么办呢 以前我们常常听到 有四届大战 有第一次 有第二次 有第一次 有第二次 一定有第三次 那以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等于毁灭世界 为什么 因为都是核子弹的 炸弹的 你看这个世界 真的 都是被那些人 聪明的人 聪明反而聪明误 这些聪明人毁灭 种种的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世间 没有人能够预料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老实念佛 每一天不断的要念阿弥陀佛 只要你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应用在生活 处事 处事 带人 那你有保障 你这个保障将来能够带到我们离苦的了 往生西方净土 你就了生死了 所以尊敬的 所以尊敬的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 要明白 我们今天坐下来念佛 最主要不是教你说 我要来修福德功德 那个是小事 这一句阿弥陀佛最主要是教你修什么 就叫你放下 放下你的烦恼 放下你的自私自利 放下你的贪嗔是慢语 放下你的明文力 你才能够幸福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个内心对这个欲望 对这个贪心 对这个称慧 对明文力 对自私自利都不放不下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不会得利的 你都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所以今天我们坐下来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把你的烦恼放下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要会念阿弥陀佛 所谓会念阿弥陀佛的人 是这样的 他生活非常的自在 为什么 随喜功德 不会念的人一切法一切万物 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执着 你说 念佛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 这一生能够医到这个法门 确实真的 你的上跟福的因缘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你看下面 修老师 无论一切众生有什么样的根性 也不管你什么样的根性 你上上根也好 下下根也罢 净土法门 就是这个念佛法门都能够包容 包容什么 就是慈起成就 就是帮助你成就的 这个成就最大的就是什么 就是叫你成佛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佛 其他的事情那就好办 连成佛都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何况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看上上根像等劫菩萨 这些文殊普贤 你看 这些大菩萨 这是上上根的 他们也是念阿弥陀佛 文殊普贤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这些大菩萨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包括那个下下根犯了五逆十二 就要堕在阿弥陀佛 的众生都有份 你说哪一个法门像净土法门那样的 没有的 释迦牟陀佛讲监说法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我们所讲的 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这个法门 都是念佛法门 为什么呢 我们看其他的 我们看下面的 一般的经典 广度众生 他是不平等的 又看众生的根系 那比如说 比如了 华言 法华 他只能度什么 上上根的人 比方说 他的水准都是博士 如果下下根的人呢 是没办法的 像我们呢 你要学习华言经 学习法华经 学不到的 那个华言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像我们这一类的 这种根系的 是没办法 再譬如 阿罕经 阿罕经 释迦牟尼佛讲 阿罕经 讲了十二年 只能度什么 中下根性的人 而上上根的人 不契机 比方说 你是一位博士 博士 你请他来听 幼稚园的课程 他会听吗 他不可能 他听不进去 比方说 一个幼稚园的 你叫他来上课 上什么课 上那个大学的 课程 他会上吗 不可能 看根性 那净土法门 那就不一样了 唯独净土 我们看下面 唯独众生 唯独这个净土 三根仆辈 上上根 下下根 绝带圆容 你只要能够念 这句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能够 真正老实 落实在生活 你都能够重就了 所以偶一大师 在这一部经里面 为什么 劝导我们 一定要深信 阿弥陀佛的愿力 愿就是讲知识 法愿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 造什么样的业 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 无论你不认识字 对那些阿公阿嬷的 他不认识字 也不会讲经 只要他相信 他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都能够成就了 所以你看我们 在往生传里面 或者净土 圣旋路 你看那些人 不认识字的 也不会讲经 但是你看 个个都能够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相信 老师教他怎么学 他就怎么学 老师教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那我们呢 师父教你念老师念佛 你没有听 教你每一天 至少一个钟头 送一部弥陀经 送一部五量寿经 然后每天一个钟头 送好了 来念一个钟头的阿弥陀佛 你们会不会听 也不一定会听的 所以啊 真的现在的人 度众生不容易啊 现在的人啊 你怎么跟他讲 有时候啊 很辛苦 你怎么劝他 都不听 以前人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成就 听话嘛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常常劝导我们 你要老师 你要听话 没办法呀 所以释迦牟尼佛 才讲经讲了49年 如果大家能够听话 如果大家能够听话的话 释迦牟尼佛 不会讲这么久 他会把你跟你说 你要老实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你能够听话 如果你真的能够听话 释迦牟尼佛 不会讲其他的经典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无法超越六道 轮位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 世间的执着 对一切万物的执着 放不下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 劝导我们 你要相信 有相信就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 因地的时候 他真的发48大元 这个是讲到第二 我们来看第三 偶一大师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时间太短了 所以其实能够互相来 学习佛法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师父有感触到 多听经 能够减少你的烦恼 多听经 能够启发你的慈悲心 你的智慧 所以能够多听经的人 能够落实在生活 他这一生获得 生活非常的快乐 为什么 不会跟任何人计较 所以阿弥陀佛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觉悟 每一件事 尖尖计较 你说你苦不苦啊 很苦啊 所以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 要学习功德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学习功德 遇到什么样的逆境 学习功德 哪怕是遇到顺境也好 你也要学习功德 你这样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会过得很自在 过得非常的轻松 过得非常的快乐 过得非常的欢喜 所以你要懂得过生活呀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人生很短啊 如果你今天我们念佛 还渐渐计较 哪一件事你能够带得走 带不走的 所以随远 随习功德 那我们看第三 大家要注意 非常难得我们一个星期 只有半个钟头 跟大家来 为大家来学习佛法 那我们要把你的心 用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时间 蜿蜒放下 好好来听经 那第三个的偶尼大师 告诉我们 你要信佛徒 这个佛徒是指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伤心 有极乐世界 实实在在 有阿弥陀佛 而阿弥陀佛 今现在说法度众生 那偶尼大师 为什么要把这个第三页 列给我们看 起初来为我们大家了解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一些菩萨 还有一些阿罗汉 他们都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不要说我们反复 不要说我们反复 有一些菩萨 有一些阿罗汉 他们都不相信 有西方解的世界 他们都相信 有阿弥陀佛 所以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在极树极孤独猿 没有人来邀请他 因为一般 释迦摩尼佛 讲经说法 一个条件 一定要有人邀请 佛才会讲经说法的 但是唯独这一部 阿弥陀经 佛没有人邀请 五问之说 佛主动就出出来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只要佛才能够知道 所以在这一部经 我们一定要知道 阿罗汉有分为两种 一个是小臣阿罗汉 一个是大臣阿罗汉 小臣阿罗汉 他只认释迦摩尼佛 他只认释迦摩尼佛 他不认死方诸佛国土 他没有 他不认识的 他不认识的 大臣阿罗汉就不一样 大臣阿罗汉 是大臣菩萨来的 除了释迦摩尼佛 这个十方诸佛国土 有一切诸佛如来 他区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一些阿罗汉 他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 佛徒又注意听 有世界名曰极乐 下面又告诉我们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你看 释迦摩尼佛一般讲经 从来不会讲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在这一部迷陀经里面 为我们讲出两个字 什么两个字呢 就是有这两个字 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重要嘛 所以佛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下面 佛为我们说明三件 是很重要的 特别对于末法众生 法若谋强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有世界名曰极乐 告诉你 真的实实在在的 有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 不但是释迦摩尼佛 而所讲的 连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都会出来证明 来给我们证明 来给释迦摩尼佛证明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一报庄严 一报就讲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最庄严的是什么 寿命无量 每一件事都是心想事成 跟我们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我们今天环境 为什么很多事情做不了 因为寿命有限 而且每一件事 不能称心如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跟娑婆世界的区别 所以佛非常的肯定 告诉我们 有一个世界 叫做什么 叫做极乐 你们 听到这段经文 可能你们感觉 很一般 但是你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 为我们说明这个 就是要你注意 我们看下面 佛讲这个有 是非常的肯定 让我们事好怀疑都没有 这个佛 在讲这个有这个字的时候 肯定 非常的肯定 告诉我们 告诉瑟利佛 你一定要相信 确实真的 实实在在的 过十万亿佛徒 有一个世界 叫做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当中 有一尊阿弥陀佛 你要非常的相信 那今天我们 为什么还在到这个地方 还留在这个世界呢 大家 你没有想一想 今天如果你真相信 释迦摩尼佛 讲的话 你早就去了 你还在留在这边 受苦受难 为什么你还在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了解 所以以前 偶一大师 这个应光大师在的时候 很多人念佛的人念了几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他念佛不能得力 应光大师告诉他们 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没有把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跟说佛世界之苦搞清楚 如果搞清楚 你早就去了 你还在照这边 说苦受难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我们每个人能够读到这段经文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这句话 一万当中找不到一两个 你会感觉 这个环境不错 对啊 很不错 真正的大灾难还没来 大灾难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这个世间真的很苦的 所以在这段经文 偶一大师最主要的 是劝导我们什么 劝导我们要赶快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你有方向 你有目标 你要赶快到西方净土 去享福 在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乐 我们这个世间有乐 但是乐中有苦 西方极乐世界 乐中有乐 而乐中没有苦了 它真的圆满了 最尊敬的 最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我们能不能听懂这句话呢 好 那第二的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还有两分钟 企图有佛号 阿弥陀 是讲正报庄严 什么叫正报 这是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心啊 那个心都是清净的 所以念佛最主要教你什么 教你要修清净心啊 你心清净了 你的身体才能健康 你的心清净你才能够长寿 你心清净你才能够得身净土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得身净土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快乐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健康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长寿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切万物 你要得到幸福美满的快乐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内心的清净 不是外面的这些的万物 物质 这个物质没办法帮助一个人快乐的 因为这个欲望从来没有止尽的 只有心清净 才能够真正的幸福 那你心怎么样清净 放下呀 放下是什么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常常为我们做什么启示 教我们告诉我们 你这一天一天 把这个生死的死 常常提醒自己 我的说命只有剩下一天 你说命还有一天 你怎么能够放不下呢 你会用功认真老实念佛 所以印光大师这种的方法 非常的密 非常的正确 告诉你 你用这个生死的死 常常提醒自己 你的说命只有一天 你这一天里面你要做什么 我要老实念佛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工作 你在做什么事情 行住作悟 只要你能够将去 只要你能够提取这句阿弥陀佛名后 你就能够成就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 佛为我们讲什么呢 两个有之 让我们更加肯定 所以第三个 佛又为我们讲什么呢 阿弥陀佛在西方级的世界 在做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 邱老师 我们看下面 那阿弥陀佛现在 在西方级的世界 做什么 今现在说法 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 事业庄园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事业庄园 所以 现在 现在阿弥陀佛在做什么 在讲今说法 你有没有感触到 没有 没有 因为你心不清静 如果你心清静 你就会感触到 阿弥陀佛在跟你说法 你的六根 接触六成 你看到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说法 你看到花 花都在跟你说法 你看到一个人 在路上走路 这个人 也是为你在说法 你看到一个人 在唱歌 一个人 比方说我们的威农 为我们 临终念佛 他也是为你说法 但是你为什么感触不了 因为你的心 还没清静 你的心 非常的污染 没办法 感触到阿弥陀佛 其实到现在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天天都为我们 受法 只是你们 不知道而已 你们感触不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变造一切法界的 阿弥陀佛的光明 都是变造我们的 所以你念佛的时候 这等于什么 等于跟阿弥陀佛 在一起 等于跟死方 一切诸佛 在一起的 所谓净土法门 就是和佛 辅沙 在一起的法门 所以你念佛 不是一个人 因为《弥陀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讲什么呢 在跟大家来分享 大家 这个《弥陀经》 有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 就是明天 要跟大家 印尼的同学分享 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要知道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而且你永远不会孤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于跟死方 一切诸佛在一起 他们来保护你 来拥护你的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弥陀经》里面 《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佛 舍利佛 西方极乐世界 有很多声文弟子 无法去算述出来的 这些弟子 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段经文内容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等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比什么更好 没有比这个更好了 特别在这个环境 你看 我们这个环境是无常的 生死随时都会到 你不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什么时候要念 等到临终的时候 等到体力摔了 或者老的时候 我们再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们 来不及了 时时刻刻 无论你在哪里 处事待人 行驻咒我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 只要有空出来 时间有了 哪怕是五分钟 你又赶快把这句阿弥陀佛 念出来 因为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你跟死方一切 诸佛如来在一起 哪来不得到保护的呢 哪来不得到利益的呢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下个星期再为大家解释 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 而在这个说法当中 称为事业成就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六 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一些不好的 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六四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将来统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下个星期六 就我们来一起研究 一起来学习 好 谢谢阿弥陀佛 直飞开刺